把手这边一定会 我们就是做成鸭嘴 对 因为它比较尖嘛 所以这边就是比较尖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耐心教学 双手并用 家里丢弃的洗衣精瓶罐 经过桥售成为环保动物花盆 可爱的造型吸引家长小孩 前来动动手 就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适合她的年龄 那其他的也可能比较小 或是说比较大的一个活动 我做的是鸭子 就是可能放到回收 回收拿垃圾桶来去 然后没有想到可以做成这样子 剪刀画笔统统都上场 科教馆的DIY活动 邀请慈激志工 把爱惜悟命的观念 透过生活化的教学 交给民众 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是说 原来我们生活垃圾 这么好用 我们一定就是把它 爱惜悟命之后 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 我们再做末端的回收 延续悟命 回收回来的宝特瓶 也能成为置物和 手提袋 甚至是挂着的风铃 只要透过创意 垃圾也能变黄金 大家新闻雷雅 大英中 台北报道